最要有请第三种爱情举组的主演 宋承宪 李一菲 侯蒂 欢迎三位 当然 我们要特别地介绍一下 此刻坐在观众席当中的这部席的导演 李再汉先生 李再汉先生有一部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和喜爱的 韩国电影叫做《我脑海中的橡皮擦》 是他的代表作 另外还有我们的制片人豆霞 欢迎 是 欢迎三位 非常欢迎三位 三位颜值真的太高了 你等一下 是两位颜值真的太高了 怎么说 这个您现在说话老实 对 你觉得是哪两位 当然是靠近我身边的这一位 好 侯蒂 欢迎也要欢迎李一菲 欢迎宋承宪 欢迎欢迎 那先要讲一下 宋承宪和李一菲在这部剧当中 刘亦菲 刘亦菲 对不起 sorry 宋承宪和刘亦菲之间 宋承宪和刘亦菲之间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在这部剧里面 这讲关系可能比较难 什么关系 对对对 太阳仰的关系好像 有一点比较清楚 不能说 我你们都很男性侣 Gef于他们都是 打赏锅的 全部 孩子也是 所有才friends 你自己的 splendid 当我以前 从洨区和一个 不要这么爱 有他的 �át力 好 你聽懂了 我再翻譯一下 那麼 翻譯先生再幫你翻譯一下吧 这个角色的话是在外人眼里的话 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一个人 但是他自己的话内心有一个创伤的一个人 在他见到周语之后 他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 然后他就是爱着一个周语这个角色的 一个一种爱情故事 你看跟我说的差不多吧 对对对 你讲的最关键的就是他爱他 对对对 那我们想问一下伊飞 那个Od在这个中间 跟在你们两个人之间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我非常感谢Od 因为之前没有跟Od合作过 然后这一次合作发现他 除了是一个很棒的主持人之外 他也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因为在戏里面 其实我跟高展琪的关系 他是一个一直关心我 爱护我的一个男闺蜜 对所以有一场喝醉酒的戏 我们两个配合得也很默契 很感谢他 所以Od应该是真喝了 喝了两只酷啊 对因为当时那家店没有别的酒 只有二锅头 然后我们两个大概喝了半瓶 对 是真喝两个 是真喝啊 他没事 我OK 对他没事 我后来有两个小时 待在导演房间里面聊天 全程用英文 从童年开始讲 对 然后听说是一直在说宇宙之类的话题 真的 宇宙我现在连怎么发音我都不会 那天特别六 语法都没错 对 然后可是那场戏真的我们拍得很辛苦 因为真的很长的一段戏 然后也是里面在情感上面是最重的一种转折 所以那场戏呢 易飞也给我很多很多的启发 然后带领我去了解 怎么样真的去拍好一场戏 所以呢 我觉得他也帮我很多忙 然后还有送我爸 他太帅了 无法直视 所以你要隔开易飞站在这里是 这个意思 包括连林海 其实他本来应该站那边 没有没有没有 他为什么一直靠在这边也不敢过 其实走红毯的时候我就一直站这边 因为我觉得我的画风跟他们差太多了 真的吗 是两个次元的不一样的 好 说到这里 其实第三种爱情的剧组拍了好多海报 我们这次呢 在开场之前请了50位娱乐宝的粉丝 他们用了高科技的眼洞椅 就是现在我们就要讲眼洞椅到底是干嘛 对对对 他们用眼洞椅来观测 然后我们统计了到底哪一张海报 是他们第一眼会看到 而哪一张海报是他们停留时间最长的 首先我们请大家来观赏一下 这80海道有不同风格 有浪漫人 有那边内服应该是在搞笑吗 好 还有温馨的 所以